疫情下食市生意大受影响 甚至影响提供相关清洁服务的行业 但是有达根香港超过20年 专门提供清洁及消毒服务的企业 就坚持不减薪、不裁员 他们相信只要团结员工 就可以令到他们更努力 找到更多的生意 最大挑战是因为不同地区服务很多餐饮业 可能大家知道餐饮业在疫情中冲击很大 可能有些是不可以经營下去 有些城市因为封城 做生意都没得做 比如香港没得吃 但是生意大大受影响 或者某些时间不准做的时候 他们的营业时间差了 就会关门 餐饮客户占我们的生意比例都多 所以间接令到我们的业务受到一定的冲击 来自餐厅客户的收入大跌四成 但经营消毒服务的史惠沙 仍业额仍能力保不失 全靠Franco的管理方针 他认为令同事安心是首要目标 稳定均心可以保住服务质素 就能留住旧客吸引新客 早在2、3月我们已经宣布了 我们暂时公司不需要做任何裁员 这个回馈也都明显不同传 客人比以往更感激史惠沙提供的服务 令员工更乐于工作 结果成功吸引来自学校、政府部门、企业 甚至一般家居的新客户 整体客量增加两成 同时Franco又瞄准市场需求 开启另一战线 采购及新产防疫产品 包括开门脚踏、搓手液等 新客户、新产品 弥补了餐饮业受冲击带来的损失 他预计去年香港业务的营业额达5亿 同意2019年持平 只望未来 史惠沙会继续扩阔其他市场 我们要加强造好我们的大中华市场 因为我们觉得大中华市场 其实还有很多空间或者城市 是可以给我们再扩展的 所以我们会加强现有的城市的发展 以及加强我们在大中华市场渗透的城市 第二我们因为3.0 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冲出大中华 去亚洲 所以我们其实亚洲 我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有两个点 我们也希望将这两个点做好 以及再密释人才 密释地点 希望在亚洲那里 可以发展得好些 或者将业务的阔度再扩阔 今集营商有解 逆市不裁员不减薪 稳定军心保服务质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